台東今年世紀溫泉酒店 每道溫泉季 總是一防難求 但現在卻爆出 放置過期食品原料 高達13項不合格 其中米今年4月23號就到期 墜機藥包今年4月30號就到期 最誇張的是 韓國泡菜在去年8月14號就到期 甚至超過9個月 還在供給客人使用 實際走訪廚房冷凍櫃 業者都已經在當下 把過期品處理掉 擺在架上的食品原料上 都清楚寫著到期日 但為何還會使用過期品 這間台東知名五星級溫泉飯店 每晚住宿價格6000元起跳 頂級房型更要價1萬多元 各大美食節目都曾造訪 而更是在知名旅遊評鑑網站 得到高分評鑑 竟沒想到爆出使用過期商品 但業者始終無法確認過去 是否有用於調理過期食材 恐怕消費者早已吃下肚 不過主打頂級住宿的飯店 因為這次的風波 說商譽恐會造成影響 記者徐玉璐 李玉涵台東報導 就知道